爸爸爸爸這有一個包裹 這是我的禮物嗎 哈囉我是阿耀 我們今天不做教學 今天要來做開箱文 很高興能替BenQ智能掛燈做開箱 那我笑想這個隔燈劇已經很久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有什麼魅力吧 那我們來做開箱囉 我們先把盒子拿掉 這包裝看起來非常精美 看就知道是精品 這個是說明書 一個燈管 一個控制器 一個支架 那這個支架看起來就是要固定在螢幕後方的 那說明書我們台灣人都不看喔 所以我們破了一下來看說明書吧 第一個是保固卡 然後兩個說明書與系上的不同 我們來看繁體中文 第一頁的部分有說明了控制器的使用方式 那裡面有一些組裝的步驟 這裡我花點時間看一下喔 怕等一下不會裝 第三個步驟有說到線材 在燈管後面呢有個Type-C的接頭 然後它是Y字線 USB是要接在電腦的USB孔上 那這裡有個重點寫說它支援EA以上 所以現在豆腐頭應該也都有支援 那等一下我們就直接來實驗看看囉 這是放在螢幕上的支架 它非常重非常沉 放在螢幕上才會穩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試試看 接著是燈管 接著是燈管 燈管的做工非常精美 那在右上方的話有一個小標語 Screenbar Plus 而它的後方呢有個Type-C的接孔 控制器本身有一定的重量 然後上方有一些指示燈跟icon的說明 這是剛剛在說明書上看到的Y字線 一邊是USB接頭 要接在電腦上方的 或者是豆腐頭 那這邊就是Type-C 接在燈管上用的 接著我們來安裝燈管與支架 在支架的後方呢有一個孔 剛好對應到燈管上的Type-C接頭 那支架上本身卡住燈管的地方是不能翻開的 所以它就是一個卡榫 對應好壓下去就可以安裝完成了 那可以依照角度做一下簡單的旋轉 接著我們來把燈放到螢幕上吧 因為我的螢幕是29吋21-9 它比起BenQ智能掛燈來說寬了一些 但是我不擔心這個問題 我反而比較擔心在螢幕左上角的玩具 如果放上去得拆下來的話 我還得跟兒子做解釋 那我們來把燈具掛到螢幕上囉 在支架上方呢有兩個止滑墊 一個是讓它靠起在螢幕後緣 一個是在螢幕上緣 那我們只要把支架往後板打開之後 直接掛到螢幕上就完成安裝了 支架本身有重量 放上去之後非常穩固 而燈具有往外突出一些 看起來不會碰到玩具 所以我試著把它拉來中間看一下 它剛剛好可以躲過玩具突出來的範圍 再來我們幫燈管上的Type-C線給接上去 那燈具非常好安裝 所以我們拿下來做安裝 Type-C沒有分正反 所以只要對準直接接進去就可以了 因為我主機放在桌子底下 而說明書有說只要支援EA就可以 所以這邊我就直接接在豆腐頭上方 另外我有實驗 本身螢幕有USB Hub的話 接上去也能啟動 我們來看控制器 中間是感應環境光的地方 中間是電源 按一下就可以點亮光源 左下角是智能判斷 依據環境光源 它會自動判斷一個最好的光源給你 按下去之後它會偵測環境光 如果你覺得太暗或太亮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去旋轉中間的牛 當你往右會變亮 往左會變暗 那相對的自動功能就會被關閉掉 智能掛燈有兩種模式 左下角是調整亮暗 右邊是調整色溫 當我點選右下角按鈕時 切換到色溫之後去按旋轉牛 往右會變成冷色調 往左會變成暖色調 而要關閉的話 只要在電源上再按一下 就可以關閉了 我們來看燈管上面的表現效果 我先按下電源做開機 控制器目前停留在色溫調整上 那目前是暖色 控制器往右轉就會變成暖色調 橘紅的光暈就不見了 接著我們來看智能判斷 按下去之後燈管會做閃爍 整次環境調到最適合的亮度 這裡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不管在冷色調 暖色調 亮度高亮度低的時候 畫面上的顏色 並沒有因為光源造色下來有任何的變化 這在創作上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電腦放在寢室裡 就算夜深人靜 我有靈感的時候我也不能畫畫 因為老婆就在後面睡覺 所以趁這個機會我做了一個實驗 在就寢時間燈都關掉的時候 我開了BenQ智能掛燈 它讓我的工作環境保持一定的明亮 那螢幕照射出來的光源也不會讓我覺得刺眼 以工作來說是非常舒適的 隔天我問了老婆說 你晚上有沒有被光源給影響到 她說 沒有 但是你的鍵盤很超 最後說一下我使用幾天下來的心得 優點的部分 第一個安裝十分容易 第二個不佔空間 不像台燈非得放在桌子上 第三個容易操作 它只有三個按鈕一個旋轉功能 你只要轉一轉按一按你就會操作了 第四個不會影響到螢幕 當光源照射下來不會對螢幕上的顏色產生任何變化 這對設計師來說非常重要 第五個他不用把玩具給拆下來 這一點對來說非常非常重要 缺點的部分 第一個開關的手感不好 它沒有辦法讓你很明確知道現在是開或者是關 第二個線材不好收納 如果能把控制器做在燈管或者支架上的話 我認為會加分很多 第三個 售價 如果能控制在2000上下的話 我認為這個產品會非常有競爭力 恭喜 成功 增薇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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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